早上好 今天天气很一般 我们又要出发了 哎 这怎么不撕 应该翻转一下 好一手 内有乾坤 这些年的工俗没白练 哎呀 这个车就是结实 多亏我当时选择买这个车 后边可以睡觉 可以放很多的东西 你看 我跟一哥的这些 零堂八岁的 都放满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一哥 年满35岁正在奔36岁的男子 昨天晚上我还过错生日了 我一直以为我36嘛 37走 结果我昨天 2022年 减去1987年 我发现我是满35往36走 哎呀 突然还觉得我年轻了一岁 哈哈哈 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忙开了自己 自己的过错生日 都不知道自己多大了 我们现在距离爱丽丝泉有454公里 我们是先到爱丽丝泉 然后再到国王峡谷 再到呼噜噜大石头那 这样子的话就顺路 哇赶快赶快 我们过着路上得打苍蝇 这车里现在也是好几个空姐 没事那个走吧 那个我待会到把那停一下我去把那个什么给他 钥匙啊 钥匙给他 对啊 我们开车过去稍微停一下 Tick out 就行 好了吧 东西 检查过了是吧 那就可以出发了是吧 我们每天都是9点多出发 尽量的出发早一点 然后早点到 今天任务不是很重 450公里我一脚油就到了 对 护照 钱包 您放款 OK Let's go 走了 我反正是都骑的 骑的走 伸手油钱包9点钟不到 出发 一脚油 我们昨天是几点钟出发 8点40多 就8点半 对 8点半出发 今天稍微晚了一点 稍微晚了一点 那就咱们路上少休息一会儿 刚才没有 刚才看到那个打雷了 他们闪电 噼里啪啦的 赶紧跑 好了 往这个 没懂话 又一拐 你要找个像吗 你拐过去的时候我找个像 好了 拍了两张作品 美美的 今天也是个阴雨天 刚刚我还看到打雷了呢 你看澳洲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房车 迁徙 别下雨了 得 赶紧跑 OK 好吧 今年这个内陆地区这么多雨水吗 应该 嘴上说着呢立马就霹里啪啦的了 哎呦 噢 这个是自货的 昨天早上还看到袋鼠 看到孩儿苗了 今天早上还要盯着点 说不定还有不漆而遇 这边是个阴雨天 四个十分时间 让我们会领及到 然后就出现了 这个阴雨天 刚才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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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看一下油价 这是91吗 DCL这不是91吗 多少钱 两块六毛三 91号汽油 柴油都到 哇三块钱了 就是在澳大利亚是 越偏的地方 越贵 这个位置也是 前不走村后不走店 就这么一个加油站 算是一个服务区 油就不加了 我们这个油估算了一下 跑到爱丽丝泉没问题 我估摸着到爱丽丝泉那边 油价应该会便宜一点 这太夸张了 就是越偏的地方越贵 而且是 我都觉得我两块四 已经是很离谱了 结果我们想到这边两块六 这谁加得起 加个十块钱那就行了 加个十块钱也行 我们为了以防万一 防万一 加个十块钱 好 我得油这点 加个十块钱也行 哦 这个油价太高了 上边那是钱 知道啊 十块钱就 好了 3.8升 对对对 3.8升 或者你加到四升也行 加到四升油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再来铁帐 哎呀 哈喽 嗨 樊 你好 金钱 油 金钱 哦 不 好 只要10$ 啊 对 对 从 一点 十块多吗 啊 OK 爱丽丝泉还有199 我们这个车还能跑260 应该有问题了吧 爱丽丝泉在家 这边先速130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开的快油好高 我们还是跑1.1吧 因为我们只有多余的60公里 只要110 只要110正常跑就行了 我们最后的车里的车里是 跑到一个高滑的车里面 我们不停录着 我好不停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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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过滑的车里面 停机场,停了很多这个二手飞机 我去看一下,听说是蛮壮观的 见价销售啊 看怎么走啊 直走 这是不是有现实吗? 对有 直走走不动 绕一下 然后再拐一下 那些飞机就停在那边的 那还能不能给你拦着呢 我想也应该是拦着的 直接开到飞机底下去了 直接把飞机拖走了 哎呦 这是啥意思啊这个 没啥意思的开不动 应该就是走这边这条路 只能在边上看一下 到了到了到了 就只能在这看一下 过不去 对 关键那个大门如果开的话可以进去 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一下 这里呢是爱丽丝全机场旁边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柵栏外边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栅栏外边啊 如果说有机会可以走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那边看那边 就那个空地上停了几十上百架飞机 很多飞机 这算是一个飞机的这个存放厂 只能老远看一下了 爱丽丝泉这边非常热 三十六七度 因为这里是 属于这个沙漠腹地 哎呀搁哪都偏 这地方非常偏 我们现在是先进城吧 进城以后呢 找个加油站 看看油价便宜就把油价 油价满 还要吃点东西 晚上呢我们两个应该是 可以考虑这边有那种就是付费的 条件比较好的那种露营地 房车和营地过去住上一晚上 再买上点好吃的 就这么一个打算 其实一般的话 就大家到这个到这边来都是坐飞机 就从墨尔本从悉尼 你都可以坐飞机过来 然后呢再想办法 报旅行社什么的去乌鲁鲁 那个看艾尔斯岩 我们明后天吧 再过去 欢迎来到爱丽丝泉 好了在这照个像 现在到市区了 爱丽丝泉 这是一个小镇 这边有个麦当劳 我们先在麦当劳 喝点东西吃点东西 凉快一下 这么热的 小心点对边的车 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热了 嘿嘿 还让我逮上一个阴凉地儿 来 住宿先不着急 先把肚子点饱 1点51分 还是麦当劳凉快一点 我这边正在工作呢 明天的视频得赶紧的剪好上船 吃上一个汉堡 这我们走出来差不多有 两千六七百公里了 就是走到这个澳洲 中部地区啊 就那种荒漠地带 没有信号啊 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手机是没有信号的 不过今晚 一两百公里有一个吧 就这么个平均水平 所以说油 随时要保证 能跑二百多公里三百公里 就这个油就可以了 它最有意思的是 它会有那个紧急的电话 大概七八十公里 一个 就让你打电话 紧急呼叫 我们说说看 在休息会儿 就找这方住 要是营地可以住 就住营地 要是营地不方便的话 我们就找一个宾馆 就只能这样 爱丽丝泉呢 不是很大 就一个很小的小镇 下午的时候逛一逛 现在太热了 想看鞋底更多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